对方心里有没有你看这四点就知道 无论男女在爱情面前都是脆弱的不开一击的 每个人都希望遇到真心爱自己的那个人 希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里 让爱情总爱跟人们开玩笑 有的时候付出的越多却越容易被伤害 其实要想知道对方心里有没有你 看这四点就知道 一遇到抉择的时候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难题 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这个时候真心爱你的人会主动征求你的意见 把你的意见当做重要的参考 如果是大事 那么两个人会一起商量 做出最优的决定 如果是小事 那么真心爱你的人就会把决定权交给你 他这样的做法就表明了他心里有你 并且非常在乎你的感受 二 两个人发生争执的时候 两个人在一起 吵架的状态最能反映两个人感情 真心爱你的人就算和你吵架 也会尽可能的让着你 不会说一些伤害你的话 而不够爱你或不爱你的人 只会在乎自己的利益 会把自己摆在世界的中心 要求你必须听他的 所以要想知道对方心里有没有你 看他和你吵架的状态就知道 三 你需要他的时候 爱情最怕的就是 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 而你来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你了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 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而真心爱你 心里有你的人一定愿意花时间陪你 当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会抽出时间陪伴你 即使不能陪在你身边 他也会给你一个温暖的问候 告诉你别怕有我在 四 爱情面临客观问题的时候 爱情离不开生活 很多爱情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客观问题 只不过有的人会选择坚守爱情 而有的人会选择其他东西 所以在恋爱的婚姻里 当爱情被外界因素冲击的时候 就能体现你在对方心中的分量 如果他心里有你 那么他一定不会丢下你 如果他没有选择你 那么只能说明他还不够爱你